大家好 多伦多地产局最近公布了9月份 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数据 这些数据和李克在市场上天天跑来跑去的感受 完美地因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数据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市场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套应一句很文奏奏的话 就是卖家以为春天已经来了 但是买家仍然感觉到冬日的寒冷和凛历的寒风 我们看看数据是不是这个样子 先看同比 今年的9月份和去年的9月份同期的比较 今年9月份新上市房子18,089套 比去年同期多了10.5% 去年是16,377套 卖出去多少套呢 卖出去4,996套 比去年多了8.5% 去年是4,606套 那么加上前几个月积压的房子 目前多伦多在市场上代售的房子 达到了25,612套 比去年多了35.5% 多的数量很多啊 那么价格怎么样呢 比去年降了 降了1% 平均价格达到了1107,291 这是同期相比 同期相比的意义在于什么 因为每年呢 有季节性调整 季节性调整一会儿在环比的时候会跟大家说 那么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今年的同期和去年的同期 都是春天和春天比 夏天和夏天比 冬天和冬天比 那你今年的房价 你今年的市场活跃度怎么样 这非常的直观 好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图 就是我们的环比 环比呢 更加感同身受 因为刚过去的一个月和上个月相比 大家还记忆犹新 这个情况可能更不好看了 我们看看啊 新上市房屋的数量 9月份比8月份多了44% 那么售出的房子呢 基本没变 多了0.4% 那么再售的房屋多了13% 但是平均价格涨了3% 很多朋友就说了 你看 多能够房价涨了 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理解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环比 是9月份和8月份相比 时间点是不同的 大家要知道啊 在加拿大 房地产最冷清的月份 就是12月底1月份的时候 其次就是8月份 8月份人们都去度假了 去玩去了 卖家也走了 买家连走了 连地产经理都出去度假了 没有人干活了 所以房价肯定会比较低 那么你9月份 理应大家回来之后 天气也凉爽了 投入市场大干一场吧 按照道理来说 每年的金酒银食 都是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今年 金酒没有了 银食我估计也够呛 为什么呢 我们看了9月份 只比8月份 涨了3%呢 你比他才涨了这么一点 有同学说了 那还没低呢 低了就更不好了 更出大事了 好吧 这是我们从数据上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 我们再看看 我们从宏观经济 经济大事上来看 两点啊 第一个通货膨胀率 挺好的 2% 他会很高兴 油价跌了 其他的食品价格 可能也会跌 对吧 但是失业率达到了8% 这个失业率达到8% 证明有些人失业了 他的买房计划被迫终止了 可能改成卖家了 还有的朋友可能 减薪了 或者看到别人失业了 自己害怕了 这种传导效应 他不敢出手了 把自己的钱 捂得严严实实的 精打细算 这种情况很多 原来想买独立屋的 买半独立吧 买townhouse吧 原来预算 啊200万 李老师找房去吧 现在李老师 170 170 180 不要太高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李哥最近一个多月 带买家去看房 基本都是120万到170万之间的 买家是最多的是刚需的 这个价格期间的房子 还是走动比较快的 这就所以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这个市场 卖家感觉到 哎呀春天来了 我想买房了 但是买家不敢出手 具体的是什么情况 大家注意了吗 很多房子9月份 卖家开始巧合了 哎 觉得可以了 市场上好起来了 告诉经纪 那李 抢offer吧 但是 现实怎么样 很多房子offer没抢出去 没有卖掉 啊 我们10月份带朋友 看房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9月份 抢offer的房子 还挂在市场上 和你聊呢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 所以我说 综合到所有这些数据 我认为到今年年底 到明年春天之前 仍然是买家市场 买家出手 啊 是一个好时候 但是要量力而行 我始终是讲的这个啊 别冲动 地产也是一种投资 我们看看具体的这个各个小城市的小范围的一个数据 多伦多的独立屋 价格下跌了2.4% 啊 168万5755 那么朋友们最感兴趣的啊 万锦和列治文山的独立屋呢 价格也在下跌 我这个下跌 我指的是今年的9月份和今年的8月份相比啊 跌了多少呢 万锦从174万跌到了167万 而列治文山跌得更厉害 从8月份的213万跌到了现在的188万 小城市当中 不是说小城市啊 就是具体的宏观 微观的这个城市当中 房价 确实独立屋的房价在跌 这就是现实的这种情况 这种市场 尽管央行减息了三次 而且政府又出台了相应的这些 我们说刺激房地产的措施 但是房地产市场仍然不温不火 至于未来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金酒没有了 我觉得银食也够呛 好吧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朋友感兴趣 我们这个屏幕旁边的 每月的地产报告 可以联系李哥 我给大家发过去 谢谢大家